我們那時候可能是住公寓 因為我們那時候搬出去一起住 然後它就會從五樓這樣 一直這樣撞頭下去 謝謝妳的出現 讓我這一生敢大聲說我愛過 哈囉 比起妳送我的早餐 我更想吃掉妳 我想吃掉妳 來… 今天學長傳訊息說 要幫我送早餐 我開心到裙子都飛起來了 來 妳來了 怎麼可能就我們不要 我第一個出現是我的學長 學長 對 然後因為學長其實我們都會可能 比如說可能高一跟高二 就會辦一個格數錄影 然後我們就趁有那時候 其實是可以認識到學妹 他們就想說 可以去叫個聯絡資訊 所以從那次之後 我們就開始慢慢有聯絡 然後那時候手機就會傳說 我有幫妳準備早餐 然後那時候因為妳知道 年紀也小 妳就會很容易被那種 就是很暖身的新聞 就覺得好帥喔 然後後來之後 因為就她升大學了 然後因為其實她那時候 是上了台的北藝大 所以她在關渡 然後我在陽明山 所以她就有時候 我們為了要就是見比騎面 她就會騎摩托 從後山騎上來 其實只是30分鐘 她都願意就是 從很遠的地方過來找我 然後但是有一次之後就 就在路上就有車禍 就滿心疼的 OK 因為後山很危險嘛 晚上 對 太急了啦 她太急了 太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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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 妳什麼啦 好急喔 好急喔 她來呢 最近發現她越來越黏 還說要結婚 我還那麼年輕 我才不要人 我還年輕 她其實是一個很黏的人 下課都有10分鐘 她就由於會打電話 下課 10分鐘的戀愛 雖然有一點改善 對 你的心子 滿我心中所有的野愛 下課 10分鐘的戀愛 對象全都屬於你 我喜歡 今次又對不分離 對 你看 少尹妳是不是很羨慕我 是 因為她平常都打操控 她現在沒有辦法打 突然沒有鼓… 是不是很想過來打 很想過來 很想過來 10分鐘也辦不了什麼大事 下課10分鐘也沒辦法見面 為什麼 因為她是在可能某個學校 在某個學校 我們是不同學校的 對 然後她就是為了要聯繫感情 所以她就會打電話來 然後有一次因為排練就忘了跟她說 結果她 用什麼話 就想說 是不是擔心我出什麼事 其實並沒有 我只是沒跟她說 然後甚至還就是打給我閨蜜說 你要不要趕快就是聯絡一下 雲二在哪裡之類的 她就有點掌控不了 她就想說她希望可以 未來可以結婚 我說那時候才剛大學 沒多久而已 就是世界都還沒看清楚 也還沒自己去認識到跟我朋友 我就覺得 是不是有點太快了 稱不上愛 喜歡 喜歡這個人 就喜歡這個人 欣賞這個人 跳舞很厲害很帥這樣 對 跳舞 然後因為其實到 我覺得交友圈 還是要有自己的空間 然後我就是跟女生朋友 可能要去看個電影 對 然後結果她就說她想要跟 我說為什麼每次都要跟著 我一起出去 對啊 為什麼也要跟 很怪啊 然後就跟她講完之後 她就是有一點就是 吵起來了 交往久你會發現這個人 其實跟之前會有點不一樣 會一點點不一樣 但是這個落差 對我來說有點太大 因為她就情緒上來 她就會可能撞頭 然後去敲牆壁 然後把那個門給敲破 天啊 其實我因為這樣子 有點被嚇到 暴力傾向 對 就是很可怕 自己去敲頭 我們那時候可能是住公寓 因為我們那時候搬出去一起住 然後她就從五樓這樣 一直這樣撞頭下 五樓就撞頭下 天啊 你又是讓我先住十九樓 怎麼看 我是啄木鳥 沒有 她有去少林試練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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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說她現在還在撞 開頭公 不行 中第三班吧 太扯了吧 對 然後後來我就搬回宿舍 因為真的是被嚇到 因為小女生 然後之後 她就講說 那我們還有沒有在一起這樣 就說 我覺得我們就先暫時分開 對 我覺得要讓我自己也覺得 她適不適合繼續交往下去 然後沒多久之後 她就說 那我們要不要確認一下最近的關係 我說 那我們應該算分開了 隔沒多久之後 她就交了一個女朋友 就用頭撞這樣的 對 跟她吵了一下 她有寫一封要給初戀的公開信 最近媽媽聽說初戀最美 我們的點點滴滴 在我的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回憶 謝謝妳在學生時期一直以來的陪伴 妳的存在如一缕 是陽光 溫暖而照耀 雖然我們最終分開了 心中一直有個遺憾 是我們當時沒有說得很清楚就分開 沒有讓將近五年的感情 有個完美的收尾 很久了 每段的感情都是一次的成長的旅程 妳的陪伴是我人生中最珍貴的一部分 OK 祝福妳未來的日子 健康平安快樂 OK OK 好 謝謝雲娜 謝謝 王維婷 來…維婷的戀愛小笨笨 今天未來聽到妳 就算違反以下效規也值得唷 對 純愛愛 對 沒有 其實我想到我跟她 是很有緣分的那種 我其實是高中的時候先認識她 因為我喜歡她 OK 然後我大學才跟她在一起的 那我高中認識她的時候 那時候因為我不認識她 可是我身邊有很多朋友 就是我有個好閨蜜 剛好就認識她 然後她知道說 我就是跟我閨蜜講說 就是我對這個人很崇拜 對 然後她就幫我牽線 然後到認識她 還知道她家大概在哪裡 那因為我的高中是 就是有校車的 不可以換校車 就譬如說妳住這邊 妳就不可以坐其他 妳要是被抓到 妳會被寄過還是什麼 就是很嚴重 但我那時候就是為了要 就是認識她 我就 搭上她那一班校車嗎 對 我就坐別的 就是可以到她家的校車 製造機會 對 就是因為還約 因為還在家附近徘徊 然後等她 然後見到她 她就讓我下課回來什麼的 然後就 然後我好閨蜜還說 一些鬧妳的什麼 我就跟她說我是微婷什麼 可是我們就這樣 只有認識而已 結果後來就認識了之後 其實一直都沒有機會 因為那個時候 她是有女朋友的 對 然後可是只要能夠認識她 其實我就覺得我還滿幸福 然後就等了好多年了 終於分手了 終於分手了 然後終於她就是一個人了 她一個人之後我就想說 那可以 有機會 多跟她相處 然後就多跟她相處之後 那時候就一直很想黏著她 小時候就純純的愛 然後就說那不然 因為她好像不是夜校嗎 假日班還是什麼那種 我就跟她講說 那我陪妳去上課 其實我還滿主動的 就對她我算是還滿主動 然後到了學校之後 結果我才發現她其實 我們在相處的時候 她就跟我講說 她學校其實班上有個女同學 她好像有一點喜歡這樣子 因為我是偷使 去她上課 我就坐在後面 結果一下課之後 她就很不自覺站起來 然後去關心她喜歡的那個女生 她忘了妳就不用站 她忘了 我就坐在後面 可是妳們那時候在一起了嗎 還沒 還沒 那是曖昧吧 那是曖昧的時候 她接受一個女同學來班上 這次我也沒有辦法接受 就可以馬上確定說 我很喜歡那個人 那肯定 對 就是心中大吃醋 然後 但後來我那時候也有 燃起熊熊烈火 我就說妳是我的 我覺得要把妳帶到我身邊 就很希望 因為我真的喜歡她 從高中到大學 這段時間很長 真的 等於我心裡也是有一點默默在 等她 祖宗 沒有 祖宗 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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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然後 反正就是她在我心中 其實站滿重要的位置 我剛剛其實仔細想一想 我好像 其實初戀很久了 但是我好像去年還有夢到她 夢到她 她脫夢還在嗎 不是啦 妳在脫夢 她還在吧 她還在 她還在 還在 然後但是後來就是因為 我們在一起大概就是三年左右 但她必須去 國外 海外 對 她必須去海外 她沒有 她就是 所以等於說我們就 被迫 就是本來說 本來我還就是跟她說 那既然要去海外 那我們就沒辦法維繫感情了 那我們就先分手 她還跟我講說 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就試著維繫看看 但是其實真的分很遠 太難了 對 然後還有小小的時差 我還記得那時候就是 如果我心情不好的時候 我還要去投幣那個電話 對 找不到一個人 就是存好多5塊11塊 5塊什麼 然後就這樣一直投 然後一直投一直投 然後講心事 然後很印象深刻有一次就是 真的心情擦到爆的時候 一直打他們家電話 然後結果她爸好像就說 她就是睡覺了 但那天心情很差很差很差 然後後來就只好一個人 就坐在路邊 然後心想說 這是維繫這麼遠距離 真的 比想像中難很多 我曾經有一次就想她想到 我就跟自己說 如果有惡魔的話 我願意跟你交換東西 交換你的靈魂 然後換 maybe換什麼 其實換我還可以 回到那個時候 我們的相處的時候 對 然後如果那個時候 我還有回憶的話 我就不會放過她 那知道她結婚了嗎還是 現在怎麼樣 好像是吧 結婚了 對…很好很好 我覺得非常好 因為我後來有發現我想她 其實是想那個時候的我們 因為你已經不知道 這些年大便怎麼樣 對 可是那個時候 我們的回憶就是超棒 如果妳有的首歌叫各自安好 各自安好 對 就是這個感覺 長大了之後我們很觸動 可是走近了也只能問一句說 你最近好嗎 什麼話都也都不能講了 對…不好說了 沒錯 滿感人的一個 有點… 對… 感人又有點小悲傷 一婷來要念這封信 可以嗎 我想安人 對… 來唸出來 我的青春初戀妳好 如果說我最夢寐以求的相愛 是否存在這個世界上 或是發生在我身上的話 那答案就是曾經的我們 然後謝謝妳陪伴我長大 然後融融我的個性 那個時候真的把我當成小公主 在疼愛 在那個時空裡 妳的樣子 還有我們的陽光 我們做過的冒險的事情 妳的溫柔 還有妳厚厚的手掌 包括妳的離開 我會用一輩子去忘記 加油… 加油… 衛生紙… 剩兩句了 我很好 可是… 謝謝妳的出現 讓我這一聲敢大聲說我愛過 帥… 帥… 全中失敗 起來 感謝的是妳 牽著我的手 愛的感受的溫柔 妳哭了… 太感人了 對啊 明明是很相愛 但是卻要分開 是 妳有什麼辦法 對 好不好 但以後會遇到 搞不好現在就有 我要說定快有了 來… 沒有… 希望會有 就是至少這次知道什麼是愛 來以後會更愛 對 謝謝… 來 請坐 謝謝妳的分享